第四次去沖繩 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今次一共去了六日五夜 做了一个十一集 希望大家会喜欢 现在立刻去我的沖繩功力 沖繩的机场有分国际线和国内线 两边都有手信店 也有食物 今次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没去到御果子御典买手信 幸好在国内线的手信店 看到部分的手信可以买 这款蛋糕是我很喜欢吃的 这里是国际线的后机室 里面也有部分商店 机场附近有个外套 好了 它的衣服 它的衣服 它是一个盐 隔壁 那么来 标签 里面 在这个煮中 防止 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很喜欢在Outlets的超市 就会去买一些刺身和寿司去吃 刺身和寿司是非常新鲜 亦都很划算 经过的话可以一试 刺身是否很新鲜 隔着屏幕都会流口水 这个对抗有Blue Seal的冰淇淋 而Blue Seal那期 正在做一个女性限定优惠 当时它做了一个企务 550日圆有五球雪糕 我只在这间分店才看到这个优惠 其他分店我都没见到这个优惠 我可能看漏眼看不到 祝大家都看到这个优惠 沖繩是比较容易自驾游的 我会在这个OTS租车 里面有很多优惠入场券 如果有兴趣去那些地方 其实在这里买会比较 第一天我没有开车 我在机场到达Monterey 去我住的地方 其实车程很快 大概15至20分钟就到 如果乘搭Monterey 已经很轻易可以去到 所以我就省一天租车的钱 第二天先租车去 因立村那些地方玩 多谢大家收看 下集我将会介绍 国际通有什么玩 大家千万不要错 下集再见 拜拜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